以競賽為名的崇石高宮 出現了一位特別的選手吳俊逸 不斷是短跑的佼佼者 更在填賽跳遠項目中取得全中運比賽資格 我是小四的時候開始練天競 因為我的哥哥跟姊姊都是接觸一些運動項目 然後哥哥也是練天競 然後之後隨著他的腳步也跟著進去練天競 因為在運動會的時候跑得不錯 所以老師也覺得有天分 就拉我一起進去練天競 教練給予的菜單 俊逸不但照單全收 更經常自動成為該項目第一位使用者 目前就是接力的重心 比較偏向接力 然後再來是100公尺跟跳遠 積極好選是他一貫的態度 不令教導更是身為學長該有的風範 目標就是今年希望在全中運可以跑進11秒內 然後看可不可以前六 一位成功的選手 天分與努力皆需擁有 軍藝就是田徑界的最佳示範 記者葉蓉 陳彦 蕭宋偉 彰化採訪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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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 mover